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到一起来讨论 问一下来宾第一位是立法委员郑立文 大家好 时事评论员朱学恒 各位大家好 以及资深媒体人谢寒冰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今天境外一入两位数字有十个 不过记者最关心的还是要问陈时中部长了 抽烟是个坏习惯有考虑要戒烟吗 来听听部长怎么说 抽烟部长有说抽烟是坏习惯 那近期有考虑戒烟吗 会不会亲自来国建署担任戒烟的活动大使 你管得比我太太还烟 对啦 我太太也有跟我讲 不过我现在慎重考虑中 党内外都有人认为是阴谋论 最近有没有感受到明显的压力 你们越问我这压力变越大 越感到有阴谋的感觉 也感觉到那么深刻 那10月9号有人说 站得很近 其实那绝对超过一公尺了 你把它照下去 当然就重叠影像 当然就觉得没有 好 显然更在意他唱歌的姿势 而面对质疑他说 不知道难道是要为喝酒 还是要为唱歌下台吗 甚至众话警告 如果再继续传下去 不排除要送法制组来处理 网友说难道真的是有政府会告人吗 立文 我觉得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嚣张 通常如果任何的公务员 甚至尤其是部长 被逮到有这样子的一种画面的时候 通常就是自己 就已经请辞待命下台了 可是他还一副 非常的好像洋洋得意的样子 对于他歌喉很好这件事情 爱唱歌这件事情 其实他也可以去转行 到演艺界去 我是不知道演艺界收不收 但是可以在官场上面如此的嚣张 是法治于无物 是民主于无物 到底为什么可以纵容陈时中 到这种地步呢 我们来看一下相关报道 喊得超级嗨的 是争议不少的医师陈世忠 不但曾收费1268万 被依贪污罪重判12年 后来更自行开业时 福报健保费被起诉 蓝圈跑红 手握几千亿防疫预算 掌握全台湾人防疫政策的 卫福部大官 遇上这些业者难道不用回避 这医师他自己也有开的生计公司 是要差的问题 引起全国的反弹 赶快紧急处理 这个事情有没有什么关系 一个饮酒 腰宴 甚至于看到现场 好像还有女陪侍 为什么这些企业家 为什么这些业者 这么喜欢找你吃饭呢 你手中握有非常庞大的资源 还有很多政策的决定权 颜色正确 随便跟谁吃饭喝酒 都没有关系吗 到底有没有违反公务员连政伦理 要约陈时中出席的刘姓教授说绝对没有女陪室 但透露这影片就是在场某位女生拍的 不过就连民进党自己人 前立委谢欣宁都说 影片看起来像是现场传播妹拍的 还说传播妹被渗透的严重性不输情大 上半时间唱歌喝酒不是问题 但又是衣材相关业者 又是女陪室 聚会对象明显大有问题 难道真的绿色执政 再大的争议都只是小问题 所以他就是很嚣张 知道连政署政风出不敢动他吗 好 那蔡英文跟苏贞昌 还在帮他掩护吗 你们也认同这样的行为 所以在民进党里头我就讲 颜色正确要干什么都可以 同桌有女陪室 然后还有黑底的医生 事实上根据公务员的连政道德规范 他就是明显的违反 就是不可以去这种场所 你连去都不可以去 不是说你去只唱两首歌就可以了 唱一首歌也不行 不唱歌也不行 好 那他说 有人说我唱歌动作不好 吊儿郎当 你不是唱歌动作不好 你主持武汉肺炎记者会 也很吊儿郎当 你不是只有在那个时候 吊儿郎当而已 那比对 他还比对跟张亚文 唱歌的动作差不多 哇塞 他真的是 他真的很想开演唱会 他说我不是专业的艺人 所以我的动作只有这一招 我不是故意的 我不是故意吊儿郎当 动作不好 大家见笑了 那是怎样 现在回去要开始练动作了吗 好 整个大歪楼 是大家在关心你唱歌的姿势吗 你唱歌好不好听 姿势好不好吗 我觉得他很得意 陈时中很得意 那当然有人就说 你是不是在室内抽烟 连董事基金会都出来说要罚钱 他说这个时间措支是假新闻 他没有正面回应 因为也没有拍到他抽烟 那陈时中是说他不记得 他有没有抽烟 因为烟抽太多了 但是只要在室内抽烟就不对 所以你也不记得 你根本没有把这个规定当回事 就对了 不过他吊儿郎当晚的时候 还是要警告大家一下 跟你们讲这是假新闻 传的人要给我特别注意 再继续传下去的话 我不排除送法治组处理 法治组是谁啊 是哪位啊 你要把所有的老百姓 只要传这个影片的人 通通都要一送法办吗 这是假新闻吗 明明里面人都是真的啊 里面的这些业者大老板 难道是假办的吗 陈时中难道是假的吗 通通都是真的不是吗 对于女陪室啊 有贪污的医生啊 通通都不提啦 有人出来帮他讲话啦 前民进党的立委谢心霓就说 你看看那个在拍摄的人 站得这么近 一定是现场的传播妹 你怎么知道现场的妹是传播妹 难道你已经认证了吗 你就觉得她就是传播妹吗 那如果现场有传播妹的话 她就是明显违反了 我刚刚说的呢 公务员是不准去的 你怎么可以去呢 但是谢心霓说 传播妹不是重点啊 你们这些人很奇怪 传播妹被渗透了才严重 这个严重性不输给清大 清大怎么了 清大抓到匪谍了吗 谢心霓 清大怎么了 那意思就是说 现在这个传播妹也是匪谍了 是阿公派来的哦 不然的话怎么会把她的这个丑事给掀出来就对了 所以民进党的立委才会第一时间说 这是阿公阿姨妙 原来陈时中夜夜声歌都在跟阿公喝酒吗 太严重了吧 所以啊 网友就说哇塞 你赶快去告啊 让真相大白啊 一二一八件啊 网友还说你好意思恐吓威胁吗 建设当心有气哦 我怕死人了 好大的官威哦 那大家讲的另外这一位到底是谁呢 他叫做陈世中 不是陈时中 是陈世中差一个字 奇怪 为什么取名都取得这么刚好 那这位仁兄呢 就是有没有 跟他在后面拍肩膀啊 然后拿酒给他这一位啊 说他酒量很好的啊 陈时中说这样距离有超过一公尺啊 见鬼了 他是何许人言 他是2008年医疗仪器租任招标 收贿1268万被重判12年 2017年开业的时候 诊所又服报健保费 今年1月再度被招起诉 然后呢 你为什么会跟这样子的人 喝酒高歌畅饮呢 是怎么回事呢 他喝酒的那一天 刚好就是 他们要订定所谓的 一财自费上线 引起轩然大波 后来蔡英文说不准 因为太多人抗议了 晚上就马上有人安慰他了吗 是怎么回事呢 林士风就说 哎呦 这陈时中有没有看到这张相片 他是很爱好此道的啦 想当年2019年的时候 刚刚公布要犯宽 中药行有条件的合法接班 马上你看看 擦两三天而已就去参加 中药商的庆功宴耶 里面后面部条还高举的帽 中药的救星 他是中药的救星耶 可以这样子吗 一个堂堂的部长 就直接就这样子啊 完全都不忌讳了 郭正亮就说了 陈时中说不认识陈世中 这也太奇怪了吧 你陈时中94年就当全国医师联合会的理事长 陈世中最后有名 2004年你就当副署长了 怎么可能不认识呢 黄创夏就说 你为什么不公开行程参与的人呢 基本上就是自己人啊 美国是说 为什么会忽然有计划 而且刻意引导式的流出 明明是去年的事情啊 为什么这个时候要流出来呢 所以黄创夏质疑说 是不是自己人干的 所以是不是党内斗争呢 吴子佳就说了 就是党内斗争啊 去年六月那时候是陈时中行情最高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才出现 就是要挡陈时中的台北市长之路吗 还有好戏上场 现在卫福部很复杂 而且现在卫福部真的是心风血雨 才必胜才被大家抖出来一大堆 那现在又变成是陈时中了 难道后面真的还有好戏可看吗 所以现在有人就说 可能在民进党的拳戴会之前 说不定还有资料会被揭发 好 不管怎么说 比起没有跑托戴口罩唱歌 其实最大的争议是在于陈时中 他还有这个贪污 还有福报健保费的这样的黑历史的医师 站在一起喝酒唱歌 那么陈时中就说了 席间的人他全都不认识 但就像刚刚说的 陈时中在1994年开始 就当全国医师联合会的理事长了 陈时中是争议这么大的医师 他真的不认识吗 再说了 卫福部长又不是走唱艺人 以他的身份出席一个餐会 都不需要先问清楚 与会的人士到底有谁吗 好 我们要请教一下雪恒了 是 前绿委谢欣妮甚至说 这个影片就是现场的传播妹拍摄的 传播妹都被渗透了 哇 严重啊 这个比这个亲大的问题 还要更严重 所以现在是党内认证说 这可能是由女陪式招待的这样的一个餐会吗 没有 我觉得 国民党长时间 为自己的队友们 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花招 感到苦恼 现在没想要轮到民进党 那我先这样讲 这个谢欣妮当然 可能他自己很天真单纯 没有经验 所以我特别请教了郭正亮 我们这样讲 郭台强站着 然后你有沒有注意到 那个人拿了那个手机的高度 是坐着的 就问一下 哪一个传播妹敢在大老板站起来的时候 你坐着 坐着还在那边拍 是怎么样 想出事吗 难道你要让郭台强地理倒酒了 我这样讲 那是现场的宾客 那但是现场的宾客 为什么拍 拍了为什么会流出来 这个我们不知道 我们一定不认识这些人 因为光是那位刘教授 今天不是有讲吗 刘教授说 这个是他招募的一个会 就是蛇会 大家都属蛇 真妙了 我都没参加过什么兔会 我属兔的 怎么没有什么达官贵的 跟我属兔 跟我一起饮宴呢 然后他还讲说 朱立伦怎么讲有女赔事 我跟你赌1亿 寻常百姓可以跟人家赌1亿 是什么中华民国慈善扑克大赛 一拿1亿 有没有搞错 1亿大概是快400万美金 一拿拿出来 我想朱立伦就跟他对赌 我个人很期待 看哪边可以拿出1亿现金来 那往这边再讲一遍 我们把整个故事讲清楚 第一个 这一连串的攻势很内行 什么意思呢 第一个 趁陈时中民调低的时候 然后出手是有顺序的 擎贼先擎王 射将先射马 王必胜是你倚重的 危机处理专家 他跟这一位好朋友 帮人家带了小孩 也带了好几年了 为什么是今年出手 因为拔掉你的左右手之后 趁机就要动到你 这个影验的影片 是不是2020年6月15号出来 我这边也必须要讲 时中也真厉害 3加11的会议记录 找了半年找不到 6月15号唱歌 4小时就查出来 这个是不是太厉害一点 也就他脑中分成两个部分 公家机关开会有一个脑存 那个脑很混乱 记不太得 另外一边 影验唱歌 有一个脑记得 所以当人家一把影片拿出来 2020年6月15号 这个是不是一个斜杠青年 很棒的一个立场 而且还没完 你有没有注意到 这个是有顺序的 第一个 影片出来之后 陈松说 没有没有 那是6月15号 然后接下来 就有人开始爆料了 现场有的来宾 郭台强之外 还有这个被判刑的 还有这个在福建当官的 一个一个弄出来之后 就挤牙膏 王毕胜是不是也接受过 同样的待遇 先说没有 然后照片出来 然后对话出来 然后最后逼到你全家 连你老婆都要出来的时候 陈思忠后面 是不是还有两个影片 跟着出来 两支影片 加一个媒体人说 他以前抽烟 就是公开场合抽烟 那这个就是挤牙膏式的爆料 不是自己人爆不了 这么多的料 不是自己人忍不了一年 在关键时刻在出手 民进党刚好过了 这个地方首长的候选人 提名权 我跟你讲 在原来 在这个提名过了之前 没有连任问题 也就是他的任期到了 或是原来就是监困选区 原来党内要办初选 但现在当这个需要征召 就由蔡英文下令之后 这个料才爆出来 为什么 影响大多数的人 在民调上做决定难 但影响一个人 要不要征召容易 我只要动摇了蔡英文 对他的判断 我就可以影响他不被征召 所以此时不动 更待何时 那我们只是希望 接下来不要再有 更多的影片了 因为看起来真的很刺激 随便一个教授 跟你赌一亿 妈呀 这个真是太厉害了 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 认识这种教授 随便跟他呛赌 可以呛一亿 我赌个鸡牌 我都手软了 竟然大家手笔这么大 真是一个好朋友 你可能要改一下生肖 才有机会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明代跑通 他是很稀松 平常的事情 可是陈时中 他是当卫福部的部长 他没有选票的压力 尤其是席间还有衣材 有生计业者在场 卫福部长可以搞不清楚状况 就跑去参加吗 我们要请教一下世间议员 议员你也常常跑通啊 可是难道国防部长 可以跟军火商一起吃饭吗 教育部长可以和参考出的业者 喝酒唱歌吗 这样真的适合吗 你说这当然不行 国防部长绝对不能跟军火商吃饭 任何部长都不能跟相关业务的这样子的企业界去吃饭 绝对不行 绝对不行 那尤其是到了现场以后 如果看到不适合的人选 那要避讳的人 我们就应该赶快离开 礼貌上打个招呼 就应该赶快离开 这是基本的避险 所以针对他这支影片 我的看法 我刚好分两部分 我的意思说 就是说在这个时间措置的部分 我们是必须谴责 就是说当最原始放出这个影片的人 误导了民众说 这是在三级警戒的时候 可能最近的是正在三级警戒 结果全国最高的防疫总司令 竟然执法犯法 误导这个方面去想 这个是不对 也就是说这个在什么时候发生 就是什么时候 不要去误导 这个部分我是谴责 放出影片误导的人 但是第二点 针对这个影片实质的内容 是不是有这样的宴席 那是不是有不适当的人 我觉得这个部分 陈时中他个人 要针对这个部分 他的形象是不是会减损 那他个人要负责 因为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查证到背景上的人员 到底是谁 那如果说以我们从政者 像民意代表 我们是常常会接到说 地方的好朋友 这个大家邀请去出席什么活动 那从政者当然是希望能够越 结识越多人越肉粒越好 但是基本上大家都有区分的 就是不适当的场合 不适当的人员绝对要避免 尤其最好先前就知道说 来这个场合会是什么样的人 那有时候可以避开了 连去都不去 所以这些基本的认识 我想陈时中可能因为他过去 也没参选过 是不是他在这一部分 他比较不了解 比较直白 但是这一次的影片出来 错字的部分 我们社会谴责 那自我形象的部分 我觉得陈时中部长 他会自己担起这个责任 好 指挥中心最近真的是 负面消息频传 继王毕胜被踢爆了 不伦恋情之后 陈时中是一天被人家 爆出了三支有争议的影片 尤其是指挥官疑识 是可能有违反防疫的规定 像这样的一个讨论 对他真的形象很伤 这是不是有人在背后 有政治斗争的操作呢 连陈时中都说 依稀有这样的感觉 整体看起来蛮诡异的 好 所以陈时中借着防疫 他一直被认为 是蔡政府大内宣的得分王 如果现在这次是党内 真的有人对他动手的话 我们要请教一下韩兵哥 到底是谁 不惜要毁掉陈时中 其实这情况还真的蛮诡异 不只陈时中觉得有阴谋 我也觉得有阴谋 因为你看 王毕胜的事情被人家这样子 慢慢慢慢抽丝薄茧 到最后王毕胜被逼承认 然后王毕胜的事情才刚一结束 马上陈时中就跳出来 而且从去年保留到现在的这样的影片 一出来就不是一个 还连续出三支 听说还有 听说还会继续出 连陈时中自己都赶快 先做预告 就是说 其实我 其实参加过很多这种场合 可是他忘记一件事情 陈时中部长 现在公布的都是防疫期间的事情 你在防疫期间 你不是一直告诉我们说 你就是肖干勤劳 树叶 匪泻 焚高忌鬼 每天就 你家都没办法回 睡到那个沙发都凹了一个洞 就是为了在防疫吗 结果搞了个半天 你天天在夜夜升格 就变成是这样子 然后现在你自己知道说 你这一年实在跑 都要跑太多了 所以你现在先打预防针 告诉大家说 他去过很多这种场合 那你有没有想过 在这么多的场合 你被人家拍了多少次 那有一些场合 是不是就如同谢欣宁讲的 真的有传播美 真的有其他这些状况呢 那现在这个时机 为什么要爆出来 有人认为说 是不是党内的一个斗争的关系 我个人认为 他绝对有他政治目的的 因为不然的话 你说在这个节骨眼 突然之间把这个东西 弄出来一下弄那么多 这看起来是非常 不可思议的事情 如果只是很单纯的 有人突然看到 把他丢出来的话 那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过去我们认为说 陈时中如日中天的时候 他民调最高的时候 到百分之九十几 那是非常可怕 但他现在其实已经掉下来 可是即使如此 因为2022整个绿营的 县市长的选情 看起来并不是非常好 所以很多人是现在 不太敢出来代表党区竞争 那很多人就认为说 陈时中是不是相对来讲 是一个比较能够活用的棋子 因为他的全国性 知名度够 然后一般来说 形象相对比较好一点 那如果由他出来的话 不管是在台北市 甚至在桃园市 也许相对比较有胜算 可是问题是 陈时中其实 在跟民党内的派系 有一些派系 不是那么的亲近 所以一开始先打王必胜 是不是就在给陈时中一个警告 那打了王必胜 你还不听 那是不是接下来就打你 那谁会去做这样的动作呢 其实在我看来 最有可能做动作 应该就新潮流 因为新潮流的资源最多 而且县市长的提名 跟新潮流的利益 是直接相关的 那陈时中很明显的 不是新潮流的人 所以是不是因为这样子 我觉得这是先给陈时中一个警告 告诉你说你死了这条心 那如果你继续还是想往这条路走 那是不是接下来 更多的影片就会出来 我觉得陈时中现在 其实还有点 就是自我感觉非常良好 他认为 你看他昨天在记者会回答的是 就唱个歌喝个酒 难道就要下台吗 表示他不认为自己做错什么事情 那如果陈时中 持续抱持这样的一个观点 继续这样硬拗的话 我相信不久 第四支 第五支 第六支影片 慢慢都会出来 因为这显然是有人 长期在收集资料 就是等着有一天 陈时中如果不听话的时候 准备要对付他 所以可能牙膏后面 还有蛮大一罐 要等得慢慢挤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